這邊彈是危險的概念 這邊有些人的位置 在買賣的環節呢 危險就是風險嘛 好 那我們因為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原則上是這樣的齁 各位看這邊齁 買賣七月成立之後 如果東西 給不了 給付不了 這風險是誰承擔 給付不了的話 買方還是買方 當然是買方 懂我意思嗎 我跟賣方買東西啊 我就要承擔 買賣成立 契約成立之後 那如果賣方 給付了怎麼辦 風險我要承擔 賣方也是一樣 我答應東西賣他 那這樣他不付錢怎麼辦 這風險是我在承擔 是風險承擔的概念 但是這個原本風險承擔的概念啊 自從做了一個動作以後 就會產生 自從做這個動作 就會豬羊變色 豬羊變色 請看373這一條 翻到二支十六頁 看373這一條 二支十六頁 所以他是買賣標第五的利益啊 以及危險 好利益 旁邊括號 把或者把下兩行的使用收益把畫起來 這邊利亞是使用收益 使用收益 好從交付開始 均有 買方負擔 這邊啊 我們可以 用動產跟不動產來做討論 動產呢 譬如汽車 好那不動產呢 譬如房子 這個 各位想一想 買汽車 交車 交車給你以後 是誰在用 我們在用 所以條文講的 那個利益 就是使用上的利益 從交付 時起 本來就是 買方承受負擔 也沒有那麼慘的 不是承受 是享受 所以車交給我們之後呢 我們享受 可是那個危險呢 危險是指 駕金危險 聽懂嗎 所以車只要一交付給你之後 自己撞毀了 好自己撞毀了 會被偷了 駕金危險 錢 我們也是還要照付 這樣拿解吧 車子我們在用 可是車子有個三長兩短 我們錢 無論如何 都要付 所以你會發現 原本的 駕金危險 原本是賣方負擔 一交付之後就變成 買方自己負擔 不動產是一樣 不動產交給你之後 我可以拿鑰匙進去住了 去使用了 可是 交給我之後 然後 還沒登記移轉嗎 因為物權人們學到 不動產是以 不是交付 作為索權移轉概念 是登記才是嗎 交屋 還沒移轉 所以還登記在 賣方的名下喔 可是一交屋後 即使房子 地震 震毀 火災 燒毀 錢 我還是要照付 即使房子還沒過到我名下 我還是要照付 OK嗎 即使沒有登記給我 也還是在賣方的名下 我還是要付錢 就是這樣 所以交付這個動作會造成 我說豬羊變色 假金風險 本來是賣方承受 一下子變成 買方承受 所以結論是什麼 不要急著交付 是這樣 我可以先過好付嗎 我確定有保障之後我再來 交付 不用急著交屋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交屋之後 不過就是使用力而已啊 使用力我覺得沒有差這幾天 房子還沒有過付給我 可是我已經要承擔 家境危險 無論如何我都要付錢 這叫家境危險 那我就慢慢等 等你過付給我之後 我再來點交 實務上不是啦 當然先點交 等一下實務上其實 有時候我們交給代書去跑 代書一開始會 一開始會先付個什麼 又分好幾期 旅約款 微款 那什麼的嘛 當然是最後才過戶啦 我們平常心講啦 最後微款繳完他才過戶嘛 會不會先交 有時候看 看賣方 他大不大方嘛 他如果本來就已經不住裡面的話 他就很早交屋給你 你到底學過法律嗎 交屋之後你家境危險你負擔嘛 我早點交沒關係 如果是自己還住裡面的話 通常不會那麼急的交屋嘛 對啊 賣方會去的 對啊 我沒有什麼好處啊 沒有差這幾天嘛 好這個是373 危險移轉的概念 所以剛剛 二支16月 373結束 我講完了 現在再補講一個 374 374也是一個 危險移轉的概念 374 好買壽人啊 可以請求把 標的物送到 清藏地以外的處所 清藏地 通常在買賣成立的時候就已經約定在 哪邊清藏了 懂我意思嗎 但是買方如果他 個人的需求 為了圖個人方便 他是可以 零食喔 零食叫賣方送到 另外一個地方 小心 條文齁 你把374看完 如果買方這個臨時的要求 賣方 是不能拒絕喔 不能拒絕喔 賣方本來就有交付物品的義務嘛 不能拒絕喔 好沒關係 可是啊 從 第二行 第二句 從賣方 交付標的物給 運送的人 或者承然運送人開始 標的物的危險 標的物的危險 這邊 舊有 買方負擔 舊有買售人負擔 這句話的意思是 請看 這邊 這個是指一個 的時間點 我們現在 買賣 成 契約成立了 成立了 照理說呢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買方要承擔 標第五級付的 本來就是 但是我們這邊 條文講的 危險 其實是指 下面 這個 也是這個 我們這邊講 風危險移轉的 一個是 373 另外我們這邊還要討論 374 這邊也還是指 架金危險 你可以先把 374這一段的第3行 本條所講的危險 是指 架金危險 如果 條裡面講的那個 標的物資危險 我們不要以實態異啦 如果標的物資危險